光眼而三世 成年人的事先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爱情和前程往往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当两者只能择其一时 人们又会如何选择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莉莉的选择 天堂门票 大卫和乔治亚是一对离婚多年的怨偶 两人自二十年前就彻底分道扬镳 但如今因为女儿莉莉毕业在即 大卫和乔治亚不得不一同出席莉莉的毕业典礼 此刻莉莉坐在宿舍里 向闺蜜瑞妮讲述自己的担忧 父母感情多年不合 莉莉担心两人一碰面就争吵 不出意外 毕业典礼当天 大卫和乔治亚一见面就开始互相挖骨 等到莉莉上台领取毕业证书时 大卫和乔治亚更是展开更激烈的斗嘴 他们谁也不服谁 似是在比赛 一生盖过一生 为女儿欢呼 这让莉莉感到十分尴尬 大卫和乔治亚虽然总是喜欢 不遗余力地挖骨对方 但对于莉莉 两个人都清楚最深的期盼与关爱 他们希望莉莉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莉莉和瑞尼计划在去往芝加哥律所工作前 开展一次巴厘岛毕业旅行 在送走莉莉与瑞尼后 两人嫌恶地告别 各奔东西相约永不再见 抵达巴厘岛后 莉莉和瑞尼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这天 莉莉和瑞尼在海中潜游 突然发现一旁本该等待的船只不见踪影 莉莉无奈 只能选择和瑞尼慢慢游回遥远的岸边 正在这时 他们在海面上发现一艘小艇 莉莉庆幸终于得救了 赶紧呼喊船只靠近 莉莉爬上小艇 看着眼前这个帅气英俊的当地青年吉德 发觉自己为学业沉寂已久的心 在此刻怦然而动 吉德也被莉莉深深吸引住视线 就这样 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见钟情 莉莉与吉德在相处中逐渐了解对方 吉德在岛上种植海藻为生 这样亲近大自然的工作 令钢筋水泥中生活已久的城市女孩莉莉 对她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度过美好的一夜后 莉莉起身走出木屋 看见远处在海水中劳作的吉德 便选择和她一起打理海藻 阳光洒在吉德如蜜糖般的肌肤 很快两人坠入爱河 一个月后 大卫和乔治亚收到莉莉发来的邮件 信中莉莉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这下的大卫和乔治亚赶忙前往巴厘岛 大卫登上去往巴厘岛的航班 飞机在洛杉矶中转时 乔治亚竟然也买了同一航班 更巧的是 座位就挨着大卫 见状 乔治亚顿时摆起臭脸 一位好心的女士提议与二人换坐 但这依旧阻止不了两人唇枪舌债 正当大卫二人吵得火热时 机场保罗走到乔治亚身边打招呼 保罗是乔治亚的现任男友 两人在大厅广众之下 就开始亲亲我我 大卫看得直翻白眼 临近目的地时 飞机突然发生剧烈颠簸 众人陷入一阵慌乱 乔治亚二人安慰着身旁的女士 在颠簸中精准牵住了对方伸来的手 反应过来后却又迅速甩开 下飞机后 大卫和乔治亚坐上开往巴厘岛的船 夫妇二人都明白 立立以后大有座位 他绝不能困在一个小小的海岛上 乔治亚虽然百般嫌弃大卫 但他知道要想计划成功 离不开大卫的帮助 大卫认为可以表面上支持女儿 暗中在想办法阻止这场草率的婚事 这与乔治亚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决定暂时放下成见 二人当即拍板达成合作 沙滩上迎接父母的丽丽 此时却显得忧心忡忡 丽丽知道 一直以来父母对他的期望非常高 他十分担心父母会反对这桩婚事 但父母表现出的态度毫无异样 这让丽丽瞬间尝出一口气 吉德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订婚派对上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吉德的父母都非常热情好客 大卫在海边与吉德交谈时 先是壮弱关心询问其海藻养殖方式 随后话题很快转移到丽丽的婚事上 大卫作为一名父亲 不可能放任女儿抛弃大好前程 就这样在一个小岛上度过余生 他直言 丽丽只会迷恋这里一阵 大卫的这番话让吉德瞬间明白 丽丽的父母其实并不支持丽丽嫁给自己 宴席上 吉德的父母摆出丰盛的印尼美食 热情接待了大卫和乔治亚 而大卫和乔治亚依旧在为下一步的计划争论不休 这时 吉德的父亲宣布四天后 将为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举办婚礼 当他问起大卫和乔治亚的一件事 乔治亚和大卫只得尴尬配合 假笑祝福丽丽和吉德 夜晚 大卫和乔治亚在前台办理入住 乔治亚明确表达了自己要远离大卫的想法 可前台的工作人员似是看穿着的冤假 他怀着几分恶趣味 安排大卫住在乔治亚隔壁 乔治亚和大卫无奈地拿着相邻的房卡 头也不回地走进各自房间 到了深夜 大卫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为女儿的未来感到担忧 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睡眠 最后 大卫干脆穿好衣服直接下楼 在酒店的吧台处借酒消愁 这时 瑞尼突然走来坐在大卫的身边 他看出大卫的担心 安慰他这些日子是历里最开心的时光 大卫坦言 为人父母 哪可能只看到儿女的开心就足够了 他们总要担心孩子以后的道路 瑞尼心思细腻 察觉到大卫的不对劲 或许还和乔治亚有关 他试探地问起两人的过去 大卫这才敞开话下 原来大卫和乔治亚曾经也有恩爱的过去 年轻时 有天大卫看见虎边出售的房屋 他感叹 自己总有一天会住进属于自己的屋子里 但乔治亚却笑着说 于是两个人开始为盖房 没日没夜地打拼 大卫和乔治亚因忙碌逐渐疏远 他们不断争吵 互相思者 大卫却想着 只要住进那栋房子 两个人就会和好如初 结果 一场大火摧毁了那栋房屋 也焚尽大卫和乔治亚的感情 不久之后 两人便离婚 这样唏嘘的过往 让瑞尼久久不能回神 大卫救世重体 心情也十分沉重 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便离开了 第二天 马上就要举办交换戒指的仪式 乔治亚绝不可能让婚礼如约举行 当地人办婚礼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大卫和他今天要做的 就是破坏人和 大卫指着沙滩上玩闹的孩子 告诉乔治亚 戒指就在吉德表妹 克图特的手中 于是乔治亚带上一栏水果 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 随后他拿出香蕉 吸引客独特的注意力 趁机将戒指成功偷走 随后 乔治亚回到仪式现场 与大卫会合 正准备交换戒指的莉莉和吉德 终于发现戒指不见了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大卫和乔治亚暗自窃喜时 吉德若有所思地看向大卫二人 心下顺势明了 仪式最终不了了之 吉德开船带着瑞尼和伤心的莉莉 以及大卫乔治亚来到海上散心 吉德在一片海豚出没的水域中停下 乔治亚兴奋地看着这一幕 他不愿放弃近距离接触海豚的机会 大呼一声跳向海里 大卫本不愿下水 但在众人的邀请下 还是跳向海中 结果不幸被海豚咬上大腿 吉德连忙将船开回岸边 他在离开寻找绷带前 亦有所指地指出 今天丢的东西够多了 当晚众人逛起当地夜市 人潮涌动中 吉德再也安耐补助心中的想法 吉德告诉大卫 莉莉不会迟到今天的事 只是请求大卫 不要再做这样的举动了 大卫的所作所为被点破 显得有些急眼 他直言吉德不敢告诉莉莉 只是害怕莉莉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最后离她而去 但出乎大卫意料的是 吉德并非他想象的那么不堪 吉德只是在乎得知真相后的莉莉 会非常伤心 她甚至担心大卫会因此失去莉莉 而对于大卫的举动和想法 吉德感到十分无奈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另一边的莉莉 也正和乔治亚聊起这段感情 她当然可以回去打拼事业 但是就像乔治亚常说的 何必等待幸福到来呢 晚上大卫与乔治亚在酒店碰头 大卫想起真挚的吉德 乔治亚则想起享受当地生活状态的女儿 两人不禁开始思索 难道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错了吗 但多年的争吵模式 让大卫和乔治亚习惯一碰面就吵架 他们翻旧账指责对方的过错 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 大卫和乔治亚一起体验当地的海藻采收 灿烂的阳光让乔治亚心情大好 他看向身旁的大卫 竟关心起他昨天的伤口 随后两人又聊起莉莉 气氛一时变得温馨起来 这让一向别扭的乔治亚顿时感到不自在 他连忙转移话题 拽起海藻 玛丽地扔进箩筐 施要与大卫来上采收比赛 大卫瞬间起了好胜心 立马加快手中动作 巴黎岛明媚的日光下 大卫与乔治亚孩子气般地闹成一团 横跟在两人中间二十年的鸿沟 正在逐渐消失 婚礼前的仪式 还在有条不紊的举行 白天 大卫和乔治亚参加完歌牙礼 晚上便和莉莉等人 来到酒馆里品尝当地特色椰花酒 瑞尼提醒大卫小心后进 大卫却不以为意 就在众人交谈之际 隔壁捉完投杯球的动静 瞬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大卫立即提议和吉德来场双打投杯球比赛 随着大卫将球顺利致进酒杯的瞬间 气氛推向高潮 大卫不顾女儿的窘态 伴随着酒馆里老派舞曲 尽情扭动身躯 乔治亚在此刻也忘记了烦恼 等看到自己同样将球扔进杯中时 乔治亚一阵狂喜 小球乒乒乓乓乓弹进酒杯 椰花酒一杯杯下肚 五光十色的酒吧灯光 这一切都让人意乱情迷 大卫和乔治亚仿佛忘记离婚的现实 两人就像配合多年的搭档 大笑着从吉德手中赢下一分又一分 一日清晨乔治亚从宿醉中醒来 只觉大脑十分昏沉 突然他听见枕边大卫的声音 吓得赶忙翻下窗 两人竟然同床共枕一整晚 大卫和乔治亚面面相去 尴尬不已 但还不等两人厘清 昨晚后来发生的事 敲门声顿响 门外竟是保罗到访 乔治亚明白大事不妙 慌乱中已经来不及收拾餐局 他丢下大卫让他去开门 自己则顺着连接两间房的泳池 游回隔壁 保罗十分不解 自己明明敲的是乔治亚的房间 开门的怎么会是大卫 大卫不自然地解释 两人换房间住了 在乔治亚打发走保罗后 大卫和乔治亚连忙互换行李 等到众人收拾完毕后 吉德介绍起今天的旅程 是去往西洋绝佳观测点 伯尼达岛 文言大卫立马提议 一定要去海神庙三观 因为在他查询到的资料中 海神庙有诅咒 这能破坏婚礼中的天使 等到后 吉德牵着莉莉 远远落在队伍后方 吉德坦言 传说来海神庙的未婚夫妇 都不会得到幸福 莉莉相信诅咒无法拆散二人 但她愿意照顾吉德的感受 答应和她一起离开 下一秒 保罗就在凯神庙的蛇洞中 单膝跪地向乔治亚求婚 乔治亚想起最近和大卫的相处 发现自己并不能接受保罗的求婚 乔治亚之无坦路 昨晚自己其实和大卫在一起 保罗读懂乔治亚的欲言又止 尴尬起身 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低头定睛一看 发现原来是自己被蛇咬了 随即瘫倒在地 乔治亚一时手足无措 值得抬起伤口 为保罗吸出毒血 医院里保罗救治及时 并无大碍 她想起当时场景 感激地向乔治亚道谢 保罗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求婚太突兀了 但她愿意等待乔治亚 在众人离开前 她喊住乔治亚 希望她好好考虑结婚这件事 并防外 莉莉坚决反对乔治亚和保罗的婚事 乔治亚这么优秀 她值得最好的 保罗明显不是那个答案 而她说的这些 也正是父母所为她担心的 莉莉的反对让乔治亚开始思考 自己与保罗真的合适吗 她想起刚才莉莉的发言 是那么的睿智与深刻 而自己又凭什么觉得 莉莉还是个孩子呢 乔治亚明白自己不应该再干涉她的决定 这时 乔治亚想起大卫今天和莉莉二人在一起 她担心大卫从中作梗 拆散吉德和莉莉 立马离开病房 乘坐快艇 来到他们所在的小岛 就在大卫三人欣赏海岛风光时 乔治亚终于出现 莉莉赶忙上前欢迎乔治亚 因为自己刚刚冲动发言道歉 乔治亚笑着摇摇头 安慰女儿 自己也没想好呢 正当四人沉溺于夕阳的余晖时 意外发生 他们登岛乘坐的船飘走了 大卫四人被暂时困在岛上 明天就是约定的婚礼日期了 吉德安慰莉莉 这座岛经常有人来看日出 来得及赶回婚礼 目前当务之急是扎营过夜 吉德提议自己和大卫去狩猎野猪 留下莉莉和乔治亚找柴 生活 乔治亚过关了都市生活 野外露营让她感到十分新奇 她摆弄着柴火堆 让莉莉去拿自己包里的火柴 结果下一秒 莉莉竟从包里发现了当初遗失的戒指 她瞬间明白 父母或许从来都不理解自己 莉莉找上吉德二人 她不可置信 父母居然是来破坏婚礼的 而一帮淡定的吉德让莉莉发现 从头到尾 原来只有她被蒙在鼓里 这让莉莉十分愤怒 大卫解释 自己只是为了让莉莉得到更好的 这番言论更是火上浇油 莉莉觉得父母并不尊重自己的想法 大卫和乔治亚的一厢情愿 在莉莉看来 就像是为了弥补25年前 两人不该开始的那段错误婚姻 但莉莉终究不是乔治亚 她现在很幸福 只希望和吉德携手一生 莉莉对父母的做法感到十分寒心 随后转身离去 临终下起大雨 大卫临时搭建出一个避雨的场所 狭小的空间里 争吵多年的夫妻终于在此刻 能够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聊天 大卫看着眼前失魂落魄的乔治亚 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一直以来 乔治亚都表现得那么强势干练 大卫第一次看见她流露脆弱 这让大卫忍不住心疼 她安慰乔治亚这都是自己的错 但乔治亚明白 多年来 大卫在两人的相处中 一直扮演替罪羊的角色 是自己无法接受婚后的新转变 她害怕迷失自我 两人失败的婚姻 其实是自己一手酿成的 另一边的吉德二人 正在月光下的瀑布旁 互促中长 其实吉德很理解大卫的担忧 他对二人的未来抱有同样的担心 留在岛上 莉莉要放弃许多 一年后 十年后 自己还能留住莉莉的心吗 莉莉为言 终于了解吉德内心的引忧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夏日恋景 是永恒的爱情 清早 乔治亚找到坐在岩石上 看夕阳的大卫 乔治亚表示 这片浪漫的海岛 会是自己最爱的地方 大卫坦言 自己心中的第一 其实是曾经那片湖边的家 二十年 可以改变很多 乔治亚随意地问起 那片空地如今见得什么 大卫文言 神采奕奕地回道 什么都没有 那片地还是自己的 乔治亚脸上的神情顿时凝住 原来 大卫始终舍不得 二人曾经美好的过往 他的心中 还有乔治亚的影子 乔治亚被大卫深深感动 两人对视瞬间 横跟在二人间的冰山 轰然倒塌 他们在对方眼中 都看见了彼此 远处是冉冉升起的朝阳 大卫和乔治亚 稳在一起 结果 没一会儿 两人就尴尬分开 毕竟 大卫和乔治亚 彼此分开二十年 这期间的相处 也不是美好 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 大卫和乔治亚 还有很多话 可以慢慢讲 这时 莉莉和吉德带着众人 找到了大卫和乔治亚 他们可以乘坐 登岛游客的船 一同回去 回到酒店后 莉莉等人便各自分开 准备下午的婚礼 乔治亚刚洗漱完毕 走到泳池边 被突然出现的保罗 吓一大跳 保罗再一次 担心下跪 向乔治亚求婚 结果乔治亚 被不小心打到鼻子 她吃痛倒在躺椅上 这场求婚 再次以闹剧收尾 不了了之 而保罗也注定 等不来乔治亚的同意 随后 乔治亚找到 正在准备婚礼的莉莉 向她承认自己曾经的错误 并答应改变 莉莉文言红了眼眶 母女两人此刻终于和解 紧紧拥抱在一起 到了下午 莉莉和吉德婚礼如约举行 现场布满鲜花 台下的宾客 纷纷为这对新人 送上真挚祝福 婚礼按照巴厘岛习俗进行 莉莉采过耶可 被孩童们用红线 与吉德紧紧绑在一起 寓意永不分离 漫天飞舞的红色花瓣 使得婚礼现场十分浪漫 正当吉德准备用匕首 刺穿路斗树垫子时 她却突然暂停了仪式 吉德表示 天时地利人和 三样还不全 自己和莉莉的婚礼 还需要大卫和乔治亚的祝福 大卫文言站起身来 表示莉莉和吉德 已经得到了祝福 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彼此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他们都会在有莉莉的世界里 获得幸福 莉莉和吉德十分感动 正当吉德要刺穿时 莉莉又喊停了仪式 然而 她只是为了开个玩笑 最终在众人欢乐的笑声中 吉德稳稳刺穿路斗树垫子 里程 莉莉与吉德 终于结为夫妻 大卫和乔治亚欣慰地看着女儿 他们衷心祝愿莉莉 能幸福美满一生 婚礼结束后 大卫找到心事重重的乔治亚 他和大卫提起保罗 再次向他求婚 巴厘岛之旅 重新唤醒乔治亚 心中深埋的感情 他害怕自己会因为答应保罗 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 而大卫却劝说乔治亚 保罗是一个好伴侣 可大卫心中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莉莉看到海边 一个人孤零零看落日的大卫 忍不住心酸 他走上前去 离别在即 莉莉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每一刻 于是邀请大卫一起去跳舞 第二天清晨 乔治亚从保罗身边醒来 岛上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他明白 自己一直要找的答案 并不是保罗 乔治亚遗憾地表示 自己不能接受保罗的求婚 但保罗显然也已释怀这个结局 说完 乔治亚走出屋外 看见海边 正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的保罗 乔治亚明白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的选择并为更改 是大卫 从来都是大卫 在海边 大卫看着孤身一人前来的乔治亚 忍不住询问起保罗的下落 乔治亚坦言自己拒绝了保罗 大卫心中一片暗喜 随后他们告别了莉莉和吉德 登船离开 准备回往美国 大卫看着眼前美丽的小岛 感叹自己一定还会回来 他舍不得这里淳朴的民风 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 还有心爱的莉莉 文言 乔治亚却表示 两人对视一眼 刹那间做出一个决定 留在巴厘岛 就这样 在莉莉震惊的眼神中 大卫和乔治亚携手从船上 一跃而下 返回码头 本片完 天堂门票是一部 2022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影片主要讲述 一对离婚多年的怨偶 为了阻止女儿 重蹈二人25年前的父者 决定暂时搁置分歧 共同阻止婚礼 这部影片 无论是故事情节 还是人物台词 都极力营造出一个 轻松愉悦的氛围 在节奏飞快的今天 让人看完能从生活压力中 暂时抬眼 还口气 而片中展示的海岛风情 也十分扬眼 蓝天白云 海风夜林 让人心向往之 是一部不错的爱情佳作 片中莉莉的选择 十分值得我们看到 她为了爱情 毅然决然放弃知名律所的工作 离开从小生活的美国 决定和一个男人 在一座海岛上厮守终生 影片自婚礼后 便戛然而止 但就像片中吉德曾经的担心那样 一年 十年 二十年 莉莉真的会始终如荫吗 而观众们又觉得 莉莉会因为这份爱 坚持多久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见 不得 我 谢谢大家